這支影片拍給我兒子看的 關於何而提升賺錢的能力 可能會讓很多的爸爸媽媽不能認同 但這就是我以後教育我孩子的方式 一個小孩的成長來自於他的家庭、學校、環境 從小父母給小孩子什麼樣的思維 他長大就會變成什麼樣子了 為什麼家裡做生意的小孩子 從小就特別會說話 因為他們從小就看著爸爸媽媽的談生意 知道賺錢是怎麼一回事 他把自己當成老闆而不是客人 所以要提升你的賺錢能力 你一定要嘗試轉換你自己的思維 如果你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銷售者 而是一個消費者 你這輩子絕對不會有出息 為什麼我能從一個主廚 變成在用自媒體的變現 其實最大差異就在於思維的狀況 現在所有人都習慣使用自媒體極端營運 大家也都習慣在上面娛樂以及消費 所以你只要在上面賣東西 甚至是做生意都是非常容易的 對吧 所以你要記得 風口在哪裡 錢就在哪裡 也許有個爸爸媽媽 覺得小朋友 只要把學習做好 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 老爸以過來人的經驗 跟你說 你的技能只會是技能 而賺錢是如何把你的技能放大變現 舉一個例子來說 難道台灣最會賺錢的讀書 他做的菜一定是最好吃的嗎 肯定不是對吧 所以把買放 賣放 包含產品 通路 需求 商業邏輯 商業思維高動 不然就算你再會讀書 讀到台大 政大 甚至是留學回來 你也只是這個商業模式裡面的一個小螺絲丁 差別則在於你賺得多 或是賺得少 所以技能絕對不等於賺錢的能力 當然不管是上班或是創業都是很好的 因為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財富 只會集中在某些少部分人的手裡 為什麼 因為這個社會上 做生意的 跟上班的 兩個人的思維模式是完全不同 希望你以後長大 看待事情 一定要多角度思考